審判庭嘛 那後來只是在之前的時期 適用這些政治犯可以來開庭 所以他們這個精神和制度都沒有改變 所以呢當時他們也不是要追求真善用 他們只要有這個不需要人證物證 只要有這個自白書就可以把人判屬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受害者被監視 被抓的時候是被強迫要 就是想辦法寫下自白書 或是像這樣被騙寫下自白書 這個東西 特別拿走之後 就可以跑過去流程 所以幾乎很難是無罪的 那剛剛提到這邊還有展示了一個東西 叫做起訴書 在軍省的流程當中呢 就是在每一個受害者被擠壓的期間 他必須要說要起訴書 才知道他被國家用哪一個條文 處訪 他可以因應來做準備來開庭 這是應該有的流程 但是許多受害者都是來到這邊開庭之後 回去才補給他起訴書 甚至補給他判決書 所以就是說 他是一個秘密審判 不公開的一個實務的狀況 許多的黑箱作業就是很適合來 好 那這答案 看看他們講 那後面有幾個 就是從當時的一個答案 這個問題 先看起來就在那裡看 就是講的是陳中 那最有給講的是柏洋 那另外一個當時的柏田後 被認為是不忠 然後就是一個 就是探紋者 吹小子 但是呢 而且我們新知物 其實他都在那裡說 他根本是探紋 他就是不能臨植 好 我們這邊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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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